绿岛的海底生态丰富 相信许多有在当地浮过浅的人 都一定有同感 晚上到朝间带看一些平常少见的海中生物 更让人感叹这照顾者的巧夺天空 海阔鱼又名海兔 是一种海生的罗类软体动物 居于珊瑚内 而背部有透明的薄薄薄皮 一般呈白色 有海底宝石美称 表就是一个鲜艳的那种色彩 条纹啊 斑点啊 斑块 最主要是它的色彩缤分 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到 它是以这个色彩来展现 那通常在海里面 色彩鲜艳的代表说 它是有毒性的 那因为这几万年的演化下来 它的确变得有毒性 主要的食物以海葵 海绵和水质等等 目前在绿岛有很多种海阔鱼可以看到 如果有空到绿岛浮浅 说不定你也可以看到它们的足迹 以上新闻由东台新闻部综合报道